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昨天美国最高法院以5比4的投票结果批准了在拜登政府紧急上诉中提出的请求 暂停美国第五巡回上诉法院上个月做出的临时裁决 就是禁止联邦执法人员在诉讼进行期间破坏德州这些边境围栏 定在2月7号才会就这个案子听取辩论 拜登政府和我们德州在边境问题上的对峙现在不断升级 并且反对这个上诉法院有利于我们德州的这个裁定 另外呢也看到在联邦医疗保险和就这个应该来讲就是Medicare跟Medicaid 上个礼拜是已经批准了就是准妈妈们在生产之后 一年还可以继续享受医疗补助 就是你生产之后还有一年的医疗补助可以享受 这个举动呢为多年来为这个低收入的妈妈们扩大了保险范围 算是一个成功的圆满的据点 这一次的医疗补助也涵盖了我们德州一半的新生儿 覆盖范围目前在两个月后就回到期 而Medicaid给Medicaid在上周批准了就是扩大的保护之后呢 我们德州成为了第43个获得这个大覆盖范围批准的州 新的计划是3月1号生效 但是呢在3月1号以前几个月内生产的妈妈们 或者因为她生产之后就失去了医疗补助保险的这个母亲们 都有资格就是重新再加入来维持她的保险 一直到她生产之后满一年 好接着我们再看的这是飞安的要求 阿罗斯加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37 MAX 9的飞机 日前飞行途中发生舱门掉落意外之后 美国联邦航空总署在昨天建议 各航空公司要针对波音737 912机型的 同型内侃式舱门进行检查 在这一个声明 孤立航空公司进行目视检查 确保内侃式舱门不会出现任何的移动 在现在报道说 737 912是比737 MAX更老旧的机型 根据FAA的说法 这款机型有和MAX相同设计的内侃式舱门 现在呢在波音公司还没有对这一个要求有任何的置评 好下边我们再看 从昨天开始 加州州州立大学简称CSU就是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它的系统将近三万名教职员和其他员工 开始了为期五天的罢工 代表加州州州立大学系统23个校区 大约29000名的教授 讲师图书馆员辅导员还有教练的加州教师协会说 尽管上个礼拜 这个加州州立大学 与代表1100名技术工人的工会达成了为期三年的临时合约 但是呢 加州教师协会的罢工计划并没有因此改变 再看到就是加州州立大学的发言人 说这所全美最大的公立大学 已经为职员罢工做好准备 要尽可能减少对学生所产生的干扰 而在工会方面的罢工 还是按照计划会一直持续到星期五 他和校方谈判涉及的问题 有工资工作量健康安全问题 还有育儿假以及班级的规模在内 另外呢 看到在最近美国的零售业裁员潮是相当严重 家居电商购物平台Wayfair 要裁员1650人 占他全球员工总数13% 而Macy's也要裁员2350人 占员工总数3.5% 在Macy's这家百年老店也要关闭五家分店 我们看到Wayfair是在上个星期五宣布了最新的裁员计划 那么在去年1月Wayfair就解雇了1700名员工 当时是全球员工总数10% 到2022年在那一年的8月 他们曾经裁员870人 而Macy's呢 则看到就是通过电子邮件也证实裁员消息 裁员将是在1月26号这个星期五实施 总部在纽约的公司说 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 准备要部署新战略来满足变化的消费者市场 需求之际所做出的努力 好朋友们 这就是带给大家在今天美国方面的重要新闻 而下边我们要一同关心在国际方面的报道 国际新闻第一个看到布鲁塞尔的报道 欧盟外长会议在日前分别邀请了 以色列巴勒斯坦外长 还有沙布地阿拉伯 埃及约旦等中东国家的外长 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来参与了多场会议 欧盟要求以色列要放宽加萨人道援助 并且要和中东外长讨论一巴两国方案 以及和平会谈 在以色列面临国际上要求停止攻击加萨走廊的压力 刚在1月上任的以色列外交部长 到布鲁塞尔和欧盟27个国家外长会谈 会前他向媒体出示 遭巴勒斯坦武装团体哈马斯绑架的以色列婴儿照片 强调以色列要求哈马斯释放人质 以及保障自身安全的两项坚持 在现在欧盟各国对是否要求以色列停火 还是意见不一 比利时外长则说 比利时主张立即停火和释放人质 但德国跟奥地利等国则力挺以色列要自我防卫 另外也看到欧盟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外交官进行会谈之前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波瑞尔 也在昨天告诉以色列不能够只靠军事手段建立和平 欧盟是坚持要透过两国方案来解决以巴的冲突 波瑞尔说要建立两国方案 那么在现在呢 巴勒斯坦伊斯兰主义组织哈马斯 去年10月7号大规模跨境突袭以色列 以色列随后以毁灭性的军事行动回击 也导致中东地区陷入了新一波的动荡 外界担忧 恐怕会引发更为广泛的冲突 下边看到加拿大 加拿大的移民部长宣布 加拿大未来两年将会大幅的限缩国际学生签证核发量 今年的核发量会比去年减少大约三分之一 以在移民人数创纪录之际 可以缓解包括住房 医疗保健和其他服务的压力 随着国际学生人数来到十年前的三倍 这项措施部分用意是在于缓解 急剧增长的住房和社会服务的需求 新的措施下 今年预计364000名国际学生获得学生签证 比去年减少35% 而明年的限制量将会在今年的年底才会有所评估 接着看澳洲在2022年发生了澳洲历年最严重的个资外泄事件 骇客窃取包括总理在内970万人医疗记录 当局也在昨天把这次网工规则于一名33岁的俄罗斯公民 对他实施前所未有的制裁 在2022年的11月 匿名骇客窃取了澳洲最大私人健保公司的敏感医疗记录 这也是澳洲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资料外泄事件之一 包括了澳洲总理爱班尼斯也是受害者 那么澳洲情报机构长期以来怀疑 俄罗斯骇客是这一起个资泄漏事件的幕后黑手 澳洲当局在18个月调查采取罕见步骤 说这个案子的主谋是叶尔马克夫 现在已经对他实施的是前所未有的制裁了 好 另外呢 荷兰半导体设备制造商艾斯摩尔的市值 超越了瑞士食品业巨波雀巢 他夺回了欧洲市值第三大企业的地位 在现在报道呢 艾斯摩尔股价就在昨天创两年来的新高 市场大约3060亿美金了 艾斯摩尔股价上涨也得益于晶片制造商 对高阶设备的支出有望复苏 先前艾斯摩尔预测 今年营收成长有限的情况后 2025年将会出现非常协助的成长 下边我们看的这是伦敦 伊沙风暴 Storm 伊沙在日前袭击英国 结果导致铁路中断 航班取消 还有数以万计的家庭 是断电 没电可用 在现在风暴造成了多处停电 英国的电力网络公司说 英格兰东部和东南部大部分地区 在现在已经恢复供电 但是北爱尔兰在昨天还有大约4万5千个家庭 是处在无电可用的地方 英国有风暴 在巴西北部则有地震 巴西北部在20号发生瑞士6.6的地震 这也是巴西历史上最大的地震 那么在巴西时间是20号下午6点半发生的 那么尽管在研究机构通报地震发生的 在阿克里州附近 但是它的确切坐标 是指向亚马逊州的一个孤立的地区 报道中说 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或物质损失通报 地震的深远深度有614.5公里 耗散了地震的能量 人们几乎感觉不到这种深度的地震 好的 带给大家 这是在国际方面的重要新闻 朋友们收听的是德州中文台 我是胡美姐 美国和国际新闻之后呢 让我们在这儿稍微休息一下 然后我们再和您一同关心 两岸方面的重要消息 在中国方面 第一个看到国务院总理李强 所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 在会上提到必须采取措施 稳市场稳信心 在外界媒体则说 A股市场当前要务 就是重建信心还有信任 消除未来的不确定性 信心现在可是比黄金更为重要 会议也提出四大要求 进一步健全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 更加注重投融资动态平衡 再来是加强资本市场的监管 然后要采取更加有利有效措施 着力稳市场稳信心 最后则是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 促进资本市场平稳健康的发展 而中国股市在近期是持续下滑 在上海证券综合指数 更是跌破了2800点 媒体则分析 中国当局正在考虑一系列的措施来救市 包括要动用人民币2兆元 设立凭准基金 买境内股票 这也是自2021年高峰以来 中国和香港股市市值 蒸发超过了6兆美金了 中国当局并且指定要拨出最少3000亿元的境内资金 透过中国证券金融公司或中央汇金来投资境内的股票 而广东省在2023年地方生产毛额 在统计方面显示达到人民币13.57兆元 年增达4.8% 这也是连续35年 它跃居中国的第一名 在其中 省会广州市的GDP则突破了3兆元 中国多地在近期陆续召开人大和政协会议 广东省长王伟中就在人大二次会议开幕式做政府工作报告时公布了这个数据 而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也表示 增加值突破4兆元 年增方面则达到了4.4% 在全广东省经营主体也突破了1800万户 全年竞争172.8万户 那么在企业也达780万户 是占全国的七分之一 接着我们再来看 在中国当局现在把统计造假纳入党纪律处分了 中国国家统计局强调 造假是统计领域最大的腐败 严重影响干扰甚至误导宏观决策 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 可以依情节严重程度给予警告 甚至开除党纪 文章说 统计造假是统计领域的最大腐败 那么在情节严重的 可以给予警告 一直到开除党纪的处分 对促进统计事业高品质发展 是具有重大的意义 而在中国自愿性碳市场 22号正式的恢复交易 云使所有企业都可以购买碳权 而不限强制碳牌交易市场所规定的行业 这也是中国为了达标碳中和 而强化碳交易机制的最新举措 这次恢复交易运作的 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 在2015年开始交易 先前因为缺乏计量和审计标准 17年就关闭了 停止签发相关减碳方案 在现在官方的媒体指出 自愿性碳市场的CC12和2021年7月 启动的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前者是主打自愿 后者则是强制 要共同构筑中国的国家碳排放交易体系 好 另外我们再看来自北京的报道 云南省镇雄县唐房镇良宾村 昨天发生山坡地滑坡崩塌 大量土石流淹麦当地的民宅 现在媒体说到23号下午1点为止 崩塌造成12个人死亡 目前还有30多人 现在处于失联的状态 我们在新闻方面看到的 这是根据在媒体报道 北京在整顿网游管理办法草案 昨天咨询期已经起满连结北山 带动中国游戏类股在今天开始大涨 不过业界人士则指出 当局还是要推管理办法 但是规模比较有弹性 而且将会纳入业界的意见 最后看到 这是在中国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 今天在北京出席全国统战部长会议时 他说 今年要着力做好港澳台海外统战工作 着力做好民营经济统战工作 着力增强做党外知识分子 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工作本领 他充分肯定过去一年 统战工作取得的成绩 指今年是建政75周年 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 所以要以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做好统战工作 好的 这是带给大家在中国方面的报道 德州中文台 我是霍美杰 下边焦点转到台湾方面 我们继续关心台湾的最新消息 德州的听众朋友您好 我是央广主播张旭华 在台湾的消息方面 现任美国普渡大学克拉克科技外交研究院主席 前美国国务次卿克拉克率领29家企业 组成台美商业协会访问团来台访问 蔡英文总统今天上午在总统府接见 总统致此时表示 在台湾走向世界之际 台美持续透过各项机制深化双边关系 除了去年签署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首批协定 让台美经贸关系迈入新的里程碑 双方也正积极解决双重课税问题 总统说 目前我们正积极推动解决台美双重课税问题 为双方的企业投资 创造更多的利基 深化关键供应链的伙伴关系 我们看到几天前 美国联邦众议院税计委员会 已经通过美台快速双重课税 减美法案 对此我们表达欢迎 克拉克致此时则恭贺台湾完成大选 并认为台湾公民站出来支持自己的自由与民主 向世界传达了明确的讯息 他也相信台美关系将持续推进 行政院长陈建仁下午也接见了美台商业协会访问团 陈建仁表示 访问团主席克拉克半年内两度访问台湾 更显示台美商业协会对台湾市场的重视 陈建仁表示 台美经贸关系密切 他期盼美国政府能解决双重课税的问题 将可强化台美经贸伙伴关系 也增加产业利基 面对中方扬言研究取消纺织机械的 ECFA早收清单关税减账 经济部国际贸易署今天指出 今年将以异业结盟方式 协助受影响产业拓销新市场做因应 经济部国际贸易署署长江文若说明 将带着受影响产业做海外拓销分散市场 形式包含筹组小型拓销团 参加在重点及新兴市场举办的台湾形象展 以及国际重要专业展览 以今年为例将聚焦纺织 机械石化等产业做异业结盟 他说 江文若表示 反映石化业拓销需求 也将协助业者赴东协市场 像是印度 泰国 越南 菲律宾等新兴市场拓销 抢基础建设 民生消费商机 官员指出 三产业一业联盟约会有十多家业者 目前已经规划组团 五月赴非洲拓销 七月参加印度台湾形象馆 十一月泰国台湾形象展 另外六月也将参加 德国慕尼黑户外活动用品展 并设立形象馆 而明年的德国像素交展 也将参展设台湾馆 来推广国家整体产业形象 新国会即将展开 为了展现新战力 国民党今天举行记者会 提出多项国会改革主张 包含国会政府院长选举 虚彩记名投票的 国会阳光法案修法 总统复立院进行国情报告成为常态 各独立机关及行政首长的人事任命 及解任应受国会强力监督 推动国会调查和听政权 制定藐视国会罪等 强力监督民进党政府 新科立委当选人罗志强说 民进党在2016年的时候 他就提出了国会改革方案 其中包括国会议长选举改记名投票 但是这个政党取得政权之后 就忘记了改革承诺 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来延续 民进党无法完成的改革承诺 要推动国会政府议长 采取所谓的记名投票 国民党发言人吕庆伟表示 国民党将会进行台湾第三波民主改革 避免一党独大 赢者全拿的民主独裁 更进一步深化民主 针对国民党今天提出的国会改革主张 民进党团总照柯建民表示 尊重各党的提案 但一切依照程序进行 但民进党团将待新国会组成之后 会提出自己的改革法案与配套 现在谈修法已经来不及 柯建民说 对于新国会龙头之争 近期传出扮演关键少数的民众党 有意院长支持民进党籍的游锡坤 副院长则支持国民党籍的江启臣 达到蓝绿制衡 柯建民说访时则重申 民进党团的立场当然是游昌佩 而国民党立委当选人李燕秀表示 对于民众党怎么推正副院长 他都尊重 党团会尽力争取多方支持 国民党立委赖世宝则呼吁民众党团要深思 如果院长投给游锡坤 某种程度形同加入民进党的执政联盟 民进党团今天举行第十一届新科立委共识英 民进党主席暨总统当选人赖清德受邀出席 亲自向新科立委精神喊话 这也是史上总统当选人出席 在立法院举办的共识营的首例 根据了解 由于赖清德过去有史上最强干事长支撑 经历嘲笑野大时期 因此不吝藏私分享经验 期盼有助新科立委面对三党不过半的棘手难题 但并非针对立法院龙头改选而来 不会亲身下指导期 赖清德还特别以三点经验勉力新科立委 第一他认为新科立委不是菜鸟 对社会都有贡献 未来要认定自己是代表国家的新力量 不仅只有代表民进党 要做国家政府人民之间的桥梁 第二不要忘初衷 专业问证落实理想 第三则是要和党团共同合作 推动国家发展目标 立院龙头之争格外引发关注 根据民进党人士指出 赖清德顾及未来于520即将就任总统 在国会需保持中立态度 这次是以党主席身份受邀前往立法院 听取民进党新科立委各方意见并致辞 但不会亲身下指导期或是操盘 2024大选已经落幕 一项在台湾总统大选前的调查显示 超过一半台美专家认为今年可能有紧张局势 台湾专家指中国可能采取非军事胁迫行动 美国专家则担心会有宛如1996年 台海危机的大规模军演 华府智库战略纪国际研究中心 22号公布与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合作 对美台87名专家进行的调查结果 其中包括52名美国专家与35名台湾专家 时间在台湾总统大选前的 2023年11月28号到12月15号 调查显示 多数专家认为未来五年内 中国若试图胁迫台湾 最可能采取的行动是对台湾进行隔离或封锁 只有26%美国专家及17%台湾专家同意 中国具有在未来五年内 对台发动有效两栖入侵的军事能力 不过多数专家认为 封锁并不足以迫使台湾统一 根据华府智库战略际国际研究中心报告 最新调查也显示 多数美国及台湾专家指出 中国缺乏对台发动有效两栖入侵的能力 但有能力对台实施封锁 图瓦鲁驻台大使潘恩纽 引述来自土国消息人士的说法表示 图瓦鲁可能在本周的大选后 转向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外交部表示 我驻图瓦鲁大使馆获悉澳洲人报 勘载潘恩纽上述受访内容之后 就立刻向土国高层查证是否属失 图瓦鲁政府则重申力挺台土关系立场 外交部亚太司副司长陈俊吉说 图瓦鲁政府已经在第一时间跟我们澄清 这是潘大使的个人的评论 不是土国政府的立场 然后土国政府再一次强调 会坚定跟我们的帮营 外交部说明两国珍惜彼此坚实友谊 但必须注意图瓦鲁的国情势 每年入超盛大 财政困难 故对外援仰赖颇深 即使该国在我国选后致函恭贺 也与诺鲁断交后主动公开表达 坚定维系邦誼立场 但面对中国还在运作一些事情 后续态势必须密切关注 外交部指出 一直密切关注中国试图破坏 我国与太平洋邦交国的作为 同时持续关注图瓦鲁国会大选选情 此外外交部次长田中光 以总统特使身份出席太平洋友邦 马绍尔群岛新任总统就职典礼 外交部表示田中光此行没有规划访问图瓦路 以上就是今天的台湾重点新闻 谢谢收听